事件通报 用滑鼠指向事件通报 点击通报时项 点击建立新通报时项 用户可以在已经设置电子围栏 开引擎关引擎上 加入电邮通报功能 当斜梁触发以上条件的时候 用户会收到电邮通知 在这个版面 输入设置电邮通报时项的内容 包括选择车队 时间设置和事项设置 完成后点击提交 在电邮通报管理栏内 点击新增图示 去编辑或添加需要发送的电邮地址 以及检视电子围栏 输入电邮地址和其他设置 包括开引擎 关引擎 时间和围栏事项 完成后点击提交 Ó 1